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均一件衣服就8美金 所以比这个Zero H&M还有便宜 接近一半了 所以很多像欧美的中产便下的频密 都特别热衷于到他们平台去买 就是可以买最新款 买最便宜的 一买就一大堆 就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 他们去年的GMB就销量大概是有160亿美金 所以算起来的话 这去年卖了20万件衣服 你想欧美一共才多少人 就平均每个人都买了好几件 所以这就带动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了 就是这个环境污染的问题 你想这个七八美金的衣服 基本上都是化鲜的吧 所以很多人呢他就是贪便宜 但是七八美金是原价了 你再打个折呀 清个仓啊 可能就一两美金了 你买了一大堆衣服 然后回去以后呢 有些是这个不合适的 耗对不上的 有些是质量不好的 有些是你买了以后后悔不喜欢的 你觉得几美金买这衣服 你还会这个回去退吗 所以你可能就买了一大堆衣服 然后从来就没有穿过 这就非常非常的浪费了 然后也污染环境 因为这个化鲜嘛 也都是通过大家都知道 现在石油啊能源啊 就非常浪费了 然后另外就是据说 史诗印呢 动用了中国三分之一的服装的供应链了 就是为什么他这么便宜啊 一个就刚才我说的 就是他这个本身的成本很低了 都是化鲜的 另外就中国的人工成本低了 就这种小作坊也好 大工厂也好 这个生产成本很低 就利润非常薄了 你想七百美金的衣服 他卖一件也就赚个几毛美金吧 赚不了多少钱呢 总体来说 就是如果中国的这个成本上升的话 他这个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吧 就你如果想搬到低成本国家 比如搬到越南以后 越南能不能接受这么大的体量 这个就很难说了 还有就是他这属于快时尚的公司嘛 他一年一天上一千个新品 你觉得都是他自己设计的吗 所以肯定就是追潮流嘛 看什么大牌啊 什么出了什么新品啊 照着抄一抄啊 扒一扒呀 但是这都是我自己想象的了 然后就快速生产出来了 另外就是刚才我说的 他这个中国的这个产业店 有几百家的供应商 全球有这个一两千家的供应商 给他生产这个产品的 这个质量很难统一得到保证的 所以如果你这个生产质量不好的话 大家体验不好的话 那可能就是就没有不可持续了 但他这能做起来肯定是有道理了 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 他快速以待啊生产成本低啊 还有一个就是他最大的成本 其实是营销费用啊 他最早时间前就开始这个过网红带货了 然后又做SEO 给他自己的APP下载 基本上他是现在是美国第二大下载的这个电商平台APP了 所以总体来说 Shein的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出海公司成功的代表了 但就像我刚才我说的 这有很多不可持续的问题存在了 所以基本上就给大家分析一下这家公司是怎么成功的 我们的一些担忧吧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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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ה 这